我們的食安又再先風暴了 現在國內豬油油品正義公司 市價率高達7到8成 但是竟然在三年前 他們向辛好公司買了1800公噸的飼料用油 聽清楚是飼料用油 混餐成香豬油還賣到商場 法院在昨天已經裁地要羈押 辛好負責人吳榮和 正義油品被查獲使用飼料油混在食用豬油當中 台南市調處發現賣油給正義的新好公司 油品的來源複雜 甚至還包括廢棄的食用油 那他油品的來源都很多樣化 有包括飼料用油 還有動植物混合油 甚至包括這個回收油 所以我們目前還對於他的油品的流向 在一一清查當中 嘉義縣衛生局8號下午 也前往九豐油脂公司進行激查 因為正義拿來混沖豬油的飼料油 有一部分就是從九豐公司購入 你們工廠的產品人可以使用 這個可能要經過精緻才可以 因為現在的飼料它要求蠻高的 所以飼料用油它品質也是很好 那如果說你有經過加工的話 那就我就不會不是很清楚 所以你們也知道說有人在做精緻 然後變成石油油 這個客人他們買去幹嘛 我們就不知道了 雞查小組在九月的時候就曾經調查過九豐公司 當時九豐並沒有提到有銷售豬油 嘉義縣雞查小組要求業者補齊資料 並且調查九豐所有油品的流向 聯邦報信恩德政會人王昭月綜合報導